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一些人必须要清楚他们的敌人是病毒不是中国 中国外交部强调面对疫情全球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相互职责 将旅游局纳入经济财政的范畴 更好地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联络的发展 适当时候请求中央政府恢复内地赴澳旅游签注的审批 澳门特首贺一辰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聚焦抗疫情稳经济 中国国家发改委强调内地一季度经济负增长 不是经济发展基本面的正常反应 持续直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头条新闻要带您聚焦新冠肺炎疫情 那么原额医疗队陆续撤回之后 根据救治工作需求 20位专家继续留守武汉指导救治工作 那么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 在20号与继续留守武汉的多学科重症救治专家座谈 要求他们要慎重如实 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位患者 孙春兰认真听取重症医学 呼吸 感染 护理等专家的介绍 他指出中央指导组到武汉以来 高度重视发挥专家作用 先后召开80次会议 听取专家意见建议200多人次 完善诊疗方案 推动同质化 规范化治疗 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治疗效果 这次留守武汉的20位多学科重症诊疗专家 始终战斗在最前线 承担了大量极难险重的救治任务 有着丰富临床治疗和专业化护理经验 要继续在重症救治 临床研究 监护管理等方面 发挥专家注点指导作用 更好推动医疗救治和护理工作 孙春兰强调 武汉市定点收治医院 要担负起日常救治主体责任 一人一策 做好重症患者救治方案完善 坚持病例集中讨论和巡查 巡诊制度 严格医疗质量安全 要充分发挥救治和护理 优势互补协同作用 对重症患者细心护理 暖心呵护 加强生命体征 病情观察 营养支持等护理措施 做好人文关怀 心理疏导 康复干预等 不断提高医疗救治效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 在2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湖北省重大水利工程 复工复产情况 自4月中旬 经过参见各方的共同努力 重大水利工程 复工率达100% 作业人员到岗3976人 到位率为99% 实现复工复产达效 李静并表示 复工复产期间 各项目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落实集中消杀隔离观测等防控措施 实行封闭管理 定期对公共场所消毒 减少人员聚集 严格实行分餐制 下一步将对项目重点节点目标 进行全面梳理 克服疫情对于公共期的影响 确保重要节点如期完成 那么此外 湖北省疾控中心通报 截至19号 湖北省仍在院治疗105例 其中重症6例 微重症14例 中国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84000多例 4600多人死亡 现存确诊病例降到不足1700例 内地在19号新增了12例确诊 其中8例是境外输入 4例是本土病例 分别是黑龙江3例和内蒙古1例 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9例 其中5例是境外输入 当天没有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而湖北现存确诊降到了105例 全部在武汉 广东新增1例确诊 是境外输入病例 那么港澳台方面 香港无新增确诊 累计病例维持在1025例 台湾新增2例 境外输入病例 累计422例 澳门则维持在45例 在中国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 20号的记者会上 海关总署表示 目前全国口岸核酸检测能力 基本满足现有入境人员要求 而针对防控基础 较薄弱的边境地区 国家卫健委表示 会从国家层面 人家的医疗团队和物资的支持力度 自4月1号起 全国海关就对所有境外入境旅客 实施百分百核酸采样检测 海关总署方面20号表示 已为重点口岸配备关键检测设备和重点防护物资 全国口岸防控的软硬件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 核酸检测能力基本满足现有入境人员的检测需求 海关总署通过系统内调波和紧急采购的方式 为相关重点口岸配备关键检测设备和重点防护物资 包括核酸提起仪 荧光定量PCR检测仪 血肠规检测分析仪 负压隔离单元等 同时新增可开展新冠病毒检测的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9个 检测技术人员数量也增加到400多人 近日中俄边境小城随风和疫情输入引起关注 国家卫健委方面就表示包括中缅中越边境在内的陆路边境地区 防控能力普遍不足 当务之急是要省内统筹调配资源 加强口岸疫情防控保障力度 其次国家层面也会选派专家医疗团队 支持防控基础较薄弱的地区 针对于边境路径的人员比较多的地区 以及防控的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 国家层面会选派疾控的专家 以及相关的医疗团队 帮助当地进一步完善它的防控方案 进一步提高它的诊断以及治疗的能力 另外周宇辉指出还会根据地方需求 从国家层面积极协调加大队检测试剂 医疗设备以及防护物资等的支持力度 方卫视西洋州叶博健北京报道 好那么续下广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测浪普说美国国会将很快达成协议 增加对中小新企业纾困计划的拨款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表示 在比中国公民的健康和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印度展开阶段性复工 在首都新德里等多个地方政府都没有跟随 国际消息方面继续来看到 全球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除了中国之外累计确诊人数突破230万 死亡病例超过16万 那么美国累计病例超过了76万 4万多人死亡 在巴西第二大城里约热内卢23号起 强制民众佩戴口罩 智力感染人数突破1万 那么西班牙确诊人数突破了20万 英国累计病例超过12万 16000多人死亡 媒体报道英国的酒吧可能到圣诞节才能够重开 那么韩国又多了13人确诊新增病例回升 新加坡则是急增1400多人确诊 累计超过了8000例 近日大部分新增患者都是住在宿舍的外籍劳工 那么土耳其再新增近4000人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了86000 伊朗确诊病例超过83000 而在阿富汗根据报道 有最少20名总统府人员确诊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美国失业潮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 国会很快会达成协议 增加拨款援助受疫情冲击的小型企业 特朗普表示 国会很快会达成协议 增加对小型企业纾困计划的拨款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早前表示 希望最快能在19号晚间达成协议 但双方仍有分歧未解决 美国上月通过2.3万亿美元纾困法案 包括为小型企业提供3490亿元的援助 不过有关资金在上周用完 特朗普政府提出 再投入2500亿 为遭受疫情冲击的小型企业提供贷款 民主党则要求拨款援助地方政府和医院 对此特朗普回应 考虑另外推出援助计划 美国财长姆努钦19号发表声明称 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暂缓征收三个月的关税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 卷入多起贸易冲突的进口商 特朗普日前公布 分阶段重启美国经济指引后 美国副总统彭斯19号表示 相信全国已有足够的检测能力 如果感染率连续14天下降 医院有充足的收治患者容量 各州可以开始解封居家令 在重灾区纽约 住院患者持续减少 州长科默表示 纽约州内的住院治疗和其他医疗指标 呈下降趋势 显示当地疫情移轨顶峰 不过纽约市长白思豪态度审慎 呼吁民众不要放松警惕 否则疫情会卷土重来 全美多州民众近日发起示威 要求尽快重启经济 德州及佛蒙特州将在20号 局部解除禁令 重启部分商业活动 而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有示威者驾车抗议时 被一名医护人员拦在路上 医护人员戴着口罩 身穿手术服 抱着双臂站在示威者车前 不让对方前进 示威者从车窗探出身子大喊 佛罗里达州则在18号重开海滩 有视频拍到 短短十多分钟 海滩上就出现了 熙熙攘攘的人群 引发外界担忧 凤凰卫视最后报道 针对美国政客的病毒溯源 追责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赶爽20号回应指 面对疫情需要的是合作 不是相互指责 又指2009年的H1N1流感 上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毒 都是最先从美国发现 没有谁追美国的责任 也没有人让美国赔偿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末的 每日记者会上都谈到 病毒溯源和 尊责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还准备 起草法案 允许美国公民和地方政府 起诉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20号在例行 记者会上回应强调 中国同样是新冠肺炎疫情的 受害者 不是加害者 疫情是全球面临的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 需要的是合作 而不是相互指责 或者叫嚣 尊责 2009年H1N1流感 在美国大面积爆发 并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 导致近20万人死亡 有谁让美国赔偿了吗 上个世纪80年代 艾滋病首先在美国发现 并且蔓延至全世界 不知道给世界上 多少人造成痛苦 有谁招美国追责了吗 美国的一些人必须要清楚 他们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中国 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 办公室主任纳瓦罗 日前接触采访时称 中国以世界卫生组织 为挡箭牌隐藏病毒 还囤积个人防护设备 谋取暴力 耿爽罗列中国海关禁忌统计的 中方向美国提供 防护物资的数据 批评纳瓦罗的言论 完全是颠倒是非 直路为马 仅以中国向美国提供的 抗议物资为例 纳瓦罗的谎言 完全不攻自破 我们奉劝纳瓦罗之流 立即停止 玩弄造谣推责的把戏 把精力 放在应对国内的疫情上 另外针对澳大利亚 法国外展的涉及病毒次元 和尊责的言论 耿爽强调 病毒次元是科学问题 要尊重专业科学意见 端速各方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不要跟着一些国家跟风炒作 凤凰卫视 霍维伟 王磊 北京报道 在全球需要团结起来 携手抗击疫情的时刻 美国部分政客 一而再再而三地 将矛头对准中国 那么相关话题 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 正浩来一点评论 正浩你好 你好你好 雅芳 这样你怎么看 有美国的国会议员 准备起操法案 允许美国的公民 和这个地方政府 起诉中国这件事 亚方我们都知道 美国是疫情的重灾区 那么现在美国的政府 还有美国的一些政客 不把自己的精力 放在如何来应对 国内的疫情方面 反而在积极的部署 在后疫情时代 如何来对中国 展开所谓的一个行动 那么之前我们都知道 有美国的政客提出来 那么让美国的企业 全部都撤出这个中国 而且美国政府会 百分之百的给予报销 另外在上周周末的时候 两名国会议员联合 提出了一个新的 法律的提案 那这两名议员 一个就是Daniel Cronchell 还有一个就是 参议员的议员 Tom Cotton 两个人共同联名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 鼓励美国的公民 向中国政府来提出 这个法律诉讼 而且要求这个美国的政府 要支持美国的公民 向中国政府进行索赔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法案 什么时候在国会讨论 是不是能够通过 特朗普总统 是不是会签署 这样的一个法律 这个为时尚早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确实有政客 在积极地谋划策划 相关的后疫情事件 对中国在开展 所谓的一些行动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中美的关系 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 可能未来面临着 很多的一些 不可预措的一些变数 中美的关系 会日期的复杂 那么关键是美国政客的 这些想法非常的千真 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你要知道 中国怎么可能会向 美国政府 或者是美国的公民 来赔偿 所谓的赔偿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美国在过去 很多的一些疫情 也造成了大量的 美国人的死亡 也包括其他 国家的人的一个死亡 美国政府什么时候 向这些国家 那么给予了 法律上的一个赔偿的 根本就没有 因此它是非常天真的 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苗头 会告诉我们 必须要提高警觉 未来恐怕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美的关系会错综复杂 而且在某些方面 可能会变得失控 对此我们应该保持 高度的一个警惕 好的 谢谢正好的点评分析 再来看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 曹忠明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 就比利时华人华侨 对抗新冠疫情的情况 以及使馆为当地同胞提供的 多项抗疫援助措施做介绍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表示 使馆高度重视在比中国公民的健康安全 自疫情爆发以来 与当地留学生 中资企业 华人医生抗疫服务队 都举行了视频会议 了解他们的诉求并提供帮助 使馆高度重视在比利时的 中国公民的健康安全 从目前情况看 他们的健康和安全状况 从地上还是不错的 华侨华人中只发生了几例的感染病例 在留学生中没有发现确诊的病例 使馆还专门设立 24小时的领保热线 留学生的轻塑热线 紧急求助电话 使馆倡议和协调 当地的华人医生 联合组建了抗疫医疗服务队 在轻症患者的诊疗和心理疏导方面 他们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针对留学生群体的抗疫物资需求 使馆还向留学生发放了两批健康包 3月征选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 筹措了一批防护物资 和药品 向留学生发放了首批的健康包 那么第二批的健康包 我们已经准备好 陆续会送到留学生手中 放回是李萌威莫野 法国巴黎报道 土耳其截止到当地时间 4月19号晚 新冠病毒患者新增3977例 新增死亡127例 那么至此累计 86306例 累计死亡2017例 累计治愈11976例 土耳其将把31个省实行的禁止车辆通行措施延长15天 土耳其从3月11日的第一例患者被确诊到今天 已经对63万4千多人进行了检测 其中呈阳性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8万例 土耳其每天检测的人次数量都维持在每日4万人次左右 就此患者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长表示 凭借多年来对医疗卫生系统的投资 早治疗加紧治疗的救治原则 民众的理解和土耳其总统阿尔端的坚持领导 土耳其新冠肺炎死亡率维持在全球最低水平行列 早前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 安卡拉等31个省市实行的禁止车辆的通行 官方决定了把禁令要延长15天 这周末也会在31个省市实行禁足令 因为4月23日是土耳其的儿童节 所以有可能会把周末和节日合并实行4天的禁足令 取消活动防止民众的出现聚集 另外虽然政府已经通过药店为工作的群众的每周发放5个免费的口罩 但是依照难求的情况仍然存在 药店出现了供货不足 至此土耳其国防部宣布 将提高医疗物资生产 计划每周生产1000万口罩 11万防护服和4万升消毒水 以上是方王卫视里面扎提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那么印度在20号展开阶段性复工 抢救因为封城而停滞的经济 本台记者就前往新德里与卫星城市的交界处 上班的车潮逐渐涌现 也有不少没有许可证的车辆企图闯 然而就在复工的第一天 印度的单日确诊病例再次创下新高 也让许多产业采取观望态度 印度从周一开始阶段性复工 允许农业资讯科技制造业和特别经济区等多个领域 在非疫情热点地区可以有限度的活动 20号是印度全国封城的第27天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印度经济陷入停摆 工人失业底层饥饿 以及各产业纷纷传来的裁员浪潮 在疫情压力之下印度还是选择阶段性的启动经济引擎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方邦的城市叫诺伊达 也是新德里的卫星城市 从这边只要跨过了这个省邦的边界 就是首都新德里 在复工的第一天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车流已经开始出现 同时也有很多人 他并没有核准的许可证 但依然试图闯关 通行车辆的挡风玻璃上贴着产业名称 警察一一拦下检查员工证件或许可通行证 在记下车牌号码之后才可放行 根据印度20号公布的官方数据 总确诊人数突破1万7千人 24小时内新增1553例创下新高 包括新德里在内的多个地方政府宣布不跟进阶段性复工 地方政府不配合中央政府的命令 暴露出印度在防疫上的政治冲突 此外印度政府规定不清又临时改动 也让人民无所适从 印度内政部19号就政策大转弯 线上商城原本可以开始贩售与寄送非必要品突然喊停 来到新德里首都圈的特别经济区 虽然获得许可能够运行 但整个园区显然没有复工迹象 在疫情尚未明朗之际 许多产业还适持观望态度 方文时记者有此为新德里采访报导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 22号起依次公开各类设施的防疫指南 要求保持两米以上社交距离 场所要提供口罩以及配备消毒搓手液等 同时韩国政府官员表示将在本周一 本周公布一项计划支持韩国主要行业 渡过经济难关 韩国新增病例近日呈现下降趋势 韩国政府20号起部分放宽社交距离限制措施 对宗教 娱乐 室内体育设施和补习班 四大人员密集场所的暂停运营强烈建议 改为限制运营建议 这些设施必须严守防疫指南 不过多个国立博物馆 图书馆和国家剧院将继续关闭 有韩国官员表示 政府正在考虑推出总值20万亿韩元 折合约160亿美元的刺激措施 帮助航空 汽车业等受疫情影响的主要行业 例如是通过国家贷款机构 为这些行业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 提供支付担保 条件是 受住的公司要维持现有劳动力 另一方面 朝鲜境内有没有出现新冠病例 也令人关注 有身为医生的脱北者 曾经在朝鲜协助应对非典肺炎和流感疫情 他表示 朝鲜的医疗设备严重不足 多年来反复出现各种传染病 但朝鲜一律否认有疫情发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月27号是韩朝签署百门店宣言两周年 但是目前韩朝关系处于停顿状态 韩国统一部20号表示 将以签署宣言两周年为契机 再次推进韩朝铁路连接项目 韩国政府20日发布决定再次推进 韩朝铁路连接项目 会先连接东海线的韩方一侧 将领至高城诸进的铁路 并在27日韩朝签署百门店宣言两周年当天 在诸进站举行东海北部线推进纪念仪式 同一部发言人指出 铁路连接项目是包含在百门店宣言上的内容 27日的仪式将会成为再次显示 韩朝宣言旅行的意志 和凝聚国民期待以及冤枉的契机 但目前并没有可公开的向朝方提议会谈等内容 韩朝在2018年12月举行 铁路公路连接开工一事 但随着2019年2月 河内美朝峰会破裂 未能进行后续项目 另外同一部发布2020统一百匹书 发表615韩朝共同宣言20周年 韩国官复75周年 朝鲜战战争爆发70周年等有11的一年 韩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争取奠定可持续发展的 韩朝关系基础 韩国国内对再次推进铁路连接政策有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这时考虑到 朝风没有回应韩朝合作项目的情况下 已先开始项目来促使朝风回应 会产生机械影响 但也有人反对认为朝鲜从3月以来继续试射短程和巡航等导弹 现在不是推进有关政策的时候 凤航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好那么休息会回来还要带您看到 台湾有因件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目前感染源头不明 预期会有更多人发病 上海为鼓励企业复工对外地返港员工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香港过去一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累计确诊维持1025宗 台湾消息带您看到 台湾磐石军舰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24名官兵确诊引起社会哗然 那么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感染源头不明 预期会有更多人发病 官方也针对确诊官兵曾停留15分钟的地点 发送了20多万封的短消息 提醒曾经前往这些地点的民众自主健康管理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台湾新增两起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病例 累计422人确诊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还是台湾磐石军舰前往帕老访问 爆发群聚感染事件 24名官兵染病 有声音质疑 现在是疫情高峰 为何军方人质疑让军舰出航 当初我们是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导 我们当初在去的时候我们就有做评估也律定了 我们去的地方只要那个国家有一个确诊 这个国家我们就不停 我们有没有全程掌握 这个传播之间 没有 我们没有掌握 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否认曾帮军方评估风险 更直言事发时无法完全掌握军舰疫情 和军方的说法显然出现了矛盾 疫情中心也提醒由于至今无法找到舰上官兵感染的源头 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人染病 疫情中心表示有多位染病官兵没有明显病症 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传染出去 因此官方陆续公布这24名确诊者曾前往的地点提醒民众注意 台湾磐石军界24名确诊病患 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台各地 很多人担心是不是会因此传染 因此疾管中心发送了20几万风的短消息 给曾经和确诊者待在同一个空间的民众 提醒他们要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身体不舒服要立即就医 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压藤 王世凯在台北上报道 台湾参谋总长黄曙光15号曾主持舰队节讯典礼 并且在16号和领导人蔡英文开会 有立委就忧心疫情会向上延烧 建议蔡英文接受筛检 台湾海军敦目舰队的磐石军舰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目前已经有24名官兵确诊 疫情延烧到台湾官方高层 参谋总长黄曙光曾在15号主持舰队的节讯典礼 近距离颁奖给军舰官兵 外界忧心有感染风险 目前已经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而黄曙光的足迹也受到关注 15号典礼结束之后 参谋总长黄曙光16号有到领导人蔡英文的官邸出席例行会议 不过领导人办公室强调当天座位的间隔都有超过1.5米以上的距离 而且与会人员也都有戴上口罩跟消毒 目前蔡英文的安全没有疑虑 当然我们都是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检视 所以当然总统也有专业医疗团队会随时注意他的健康状况 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再加强对他的关注 为避免疫情向上延烧 有国民党立委呼吁蔡英文赶紧接受筛检 确保安全 另外黄曙光的包妹是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上周才因发烧和出现呼吸道症状 紧急到医院筛检 目前两次检验结果都呈现阴性 黄曙光上周13号才刚宣誓就职参谋总长 前任总长沈一鸣在今年1月因黑鹰直升机空难事故殉职 黄曙光新官上任随即遭疫情波及 军方不敢大意 防卫是张绍兵陈文堂台北报道 上海市为鼓励和支持起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对来自湖北等地区的返港员工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那么目前只接受企业集体预约 个人预约站不开放 自4月8日零时起 武汉市解除离汉离厄通道管控措施 湖北人员持健康码绿码便可返回各地复工 为服务有需求的企业 上海市各区设立了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点 企业通过网络登记就可以预约对员工进行检测 在上海市普陀区的一个检测点 被测人员间隔一米排队 采样人员对被测人员进行两次鼻腔柿子和一次烟布柿子的采样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我们是重点区域过来的 还是对社会对周边的人对企业都负责一点 过来做一个检测 然后也是单位来组织 检测医疗机构表示 目前各企业预约咨询情况踊跃 采样检测采取自愿自费原则 每人收费100元 由相关企业统一支付 我们目前只针对就是企业来申请的 一定要在普陀有工商注册的企业 通过企业的途径来进行申请 相关材料提招完整的企业 我们基本上今天一月明天就可以做 医疗机构表示 采样后24小时内可以出具检测结果 一旦发现核酸阳性将由上海市疾控中心统一进行隔离治疗 核酸阴性的员工就可以正常复工 凤凰卫视黄达亮和超上海报道 去年12月上任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辰 20号发表202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 那么这也是他任内首份施政报告 以抗疫情 保救业 稳经济 顾民生为总体方向 落实参选政纲的各项构思 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辰任内的首份施政报告中 他回顾了澳门回归20年来取得的成果 以及当前面对的问题 贺一辰指出澳门的经济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 今年将是回归以来第一次录得财政赤字 政府应对疫情的开支将会超过500亿澳门元 疫情对政府和全体居民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但相信中将过去 一切会回到正轨 当局将会致力推动旅游业的复苏 将旅游局纳入经济财政的范畴 更好地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联统的发展 适当时候 请求中央政府恢复 内地富澳旅游签注的审批 增加自由行的城市 新一级政府会将弹在码头 发展成船运 空运 直升机运输中合体 以配合拥有大湾区的发展 同时也会提升公共行政效率 建设服务行政府 在改善民生方面 除了延续原有的惠民措施之外 早前也设立了一项100亿澳门元的 抗疫援助专项基金 也会加快公共房屋的建设 阿门特区政府一般是在每年11月发表 下一年度的施政报告 但由于政府在上一年12月换届 所以新政府在4月才发表本年度的施政报告 何一成会在21日回答立法会议员 对报告的提问 现今分享金额是每次施政报告的焦点 但这次因为政府换届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民生的影响 所以已经提早在4月陆续发放 封汉卫视曾会其阿玛巴达 香港警方上周拘捕黎智英等人 美国国务卿 澳大利亚外长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等发表声明 称密切关注案件 那么中国外交部20号回应强调 香港是法治社会 任何人都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对于香港特区警方依法采取的拘捕行动 个别西方政客说三道四横压指责 甚至公然要求香港警方撤销控罪 这是对中国香港事务的粗暴干涉 是对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严重践踏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和坚决反对 香港是法治社会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香港警方依法执法 不容歪曲抹黑 跟爽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预 敦促有关方面 切实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 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 那么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卫生防务中心4月20号 不举行例行的疫情发布会 卫生署公布截至20号下午4点 过去24个小时没有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根据卫生防务中心的资料 香港在今年1月23号公布首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以来 截至4月20号共有10天录得零确诊 上一次零确诊出现在海外留学生 以及居民回港高潮之前的3月5号 若目前香港累计确诊个案维持在1025宗 其中4人死亡 630人康复出院 392人仍然留医 卫生防务中心和医院管理局 由2月8号开始 每天下午4点半 都联合举行历史记者会 发布最新疫情资讯 那么下一节回来还要带您关注 受到疫情的影响 内地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3% 我们一会见 财经消息方面 首先来看来3D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互生股市反复上扬 或者小幅高开之后 随即迎来估压 一度回落到全天低位 不过人行宣布 下调4月LPR 一年以及五年期报价利率 令市场风险偏好转强 货指收盘上升了0.5% 生成只上升0.89% 都刷新了一个月新高 香港股市则是反复靠稳 那么人行下调利率 利好市场气氛 但是投资者关注企业获利情况 令大盘上升乏利 反正指数收盘下跌了0.21% 至于台湾股市加权指数 收盘下跌0.1% 对于内地一季度GDP下跌6.8% 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 在20号举行的网上记者会强调 一季度数据是受到突发严重事件 带来的结果 不是经济发展基本面的正常反应 那么下一步会推动包括提高赤字率 发行抗议特别国债等一篮子宏观政策出台落地 官员强调中国宏观政策空间十分充足 今年第一季度内地经济增速 录得1992年以来的首个负增长 下跌6.8% 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部门 国家发改为止 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不具有历史可比性 经济情况是突发严重事件带来的结果 并不是发展基本面的正常反应 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阶段性的 我们相信依托强大国内市场支撑 通过宏观政策的对冲 畅通经济循环 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的作用 我们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 有条件 克服眼前的困难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运行 尽快恢复到正常轨道 完成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发改委强调下一步会按程序 推动一揽子宏观政策出台落地 为助经济基本盘 首要是抓好常态化防疫的基础上 推动经济社会生产秩序的全面恢复 加快清理取消不合时宜的临时管制措施 同时要抓好宏观政策的对冲 以更加积极有位的财政政策 更加灵活实度的货币政策 对冲疫情影响 防止短期冲击 演变成趋势性变化 主要是提高辞职率 发行抗议特别国债 大幅增加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规模 加大对保基层运转的支持力度 加大不短板重大项目 资金支持力度 加大对抗议稳定的支持 宏观政策工具还包括通过降水 降息再贷款等多种方式 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 把资金用在支持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另外在外需受阻的情况下 为了维住经济基本盘 必须扩大内需 重点是积极伪定 汽车 家电等居民传统大宗消费 适当增加公共消费 而企业帮扶的重点 将会放在中小微企业帮扶上 发改委反复强调 中国的宏观政策 调整空间实非充足 会密切跟踪 国内外的疫情和经济形势变化 加强监测和预警 适时的调整宏观政策 凤凰卫视 霍维伟 王磊 北京报道 中国财政部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3% 疫情对税收的影响明显 同时为了对冲疫情冲击 财政部方面20号透露 近期将再提前下达 1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45,984亿元 同比下降14.3% 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6.4% 财政部官员分析 一方面受到疫情影响 税机减少 尤其是餐饮住宿 交通运输等行业税收降幅较大 另一方面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 所采取的各项减免税费的措施 也拉低了税收增幅约10个百分点 财政部方面预计 随着复工复产正在接近正常水平 财政收入的降幅将会逐步收窄 展望第二季度 受国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发展变化影响 财政收入能成下降态势 但随着我国生产生活支持加快恢复 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 或达到正常水平 财政收入降幅将会逐步收窄 支出方面数据显示 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55,284亿元 同比下降5.7%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旅游等科目 都出现大幅下降 但同时为了支持疫情防控 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了4.8% 截至4月19号 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1,452亿元 另外为了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经国务院批准已提前下达了 2020年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 1万8,480亿元 其中包括一般债券5,580亿 专项债券1万2,900亿 据财政部数据 截至15号 全国各地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1万5,690亿元 占到提前下达额度的85% 近期准备再提前下达 1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目前我们正积极指导各地 尽快将专项债券额度 对应到具体项目 组织做好债券的发行准备工作 力争5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 确保早发行早使用早见效 尽快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凤凰卫视 你想问后有运 北京报道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星期一再度大跌 伦敦布兰特6月份期货价格大跌近6% 美国西德州中植油的跌幅更加惨烈 5月份期货最多暴跌近4成 由上周五收盘的超过18美元 跌到11美元边缘 创出21年新低 现在维持接近三成半的跌幅 全球上市公司陆续公布第一季度业绩 市场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对企业第一季度获利 造成沉重冲击 石油需求急速降温 令国际油价周一再度大跌 美国汽油的跌幅远远超前伦敦汽油 分析师指出 是由于市场担心美国的库存空间快速填满 将令油价进一步承压 现货市场所受的压力沉重 俄罗斯Aspol混合原油 上周五的标售价折扣价差扩大至每桶4.6到5美元 是历来最大记录 另外有市场传言 美国的开采商因为无力储存原油 而在现货原油市场贱卖 俄克拉荷马州的行政法律法官 计划向州的油气监管局建议 下达紧急命令 将油气生产列为经济浪费 让开采商可以停止油井开采活动 而不会丧失租约 市场人士也指出 由于美油5月份合约即将到期 资金转仓至6月份 促使5月份价格跌势加剧 5月和6月份的价差扩大到超过10美元 是有史以来最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天气消息 我们把现场交给气象主播王毅 晚上一起来关注天气 明天呢 雨带南落 中道大雨呢 会集中出现在江南的中南部 华南的中北部等地 其中呢 福建西北部会出现暴雨 而到了后天呢 这强降雨的区域呢 就将会集中出现在江南的南部 华南的中部这一带 有中道大雨 其中像是广西的东南部 广东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 还会有暴雨 而本轮降雨过程结束之后呢 南方将会迎来一轮降雨的间歇期 要到月底30号前后 才会再度的迎来一轮新的降雨过程 那北方的降水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东北了 明天的东北这一带 这场四月罕见的降雪呢 还在继续 其中像是在内蒙古的东部 黑龙江还有吉林的部分地区呢 将会出现降雪或者雨加雪 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 明天在华北 东北等地 气温下降不说 还会伴随着大风沙尘 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像是北京 北京的明天的最高气温15度 而且呢会出现西北风4到5级 但是晴空万里 天空湛蓝 再来看一下哈尔滨吧 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 会下降到4度 并且也会伴随着雨加雪 那最低气温呢 更是会下降到0度以下 所以当地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加一 警方感冒了 好了 更多天气情况 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吧 北京晴天4到15摄氏度 哈尔滨雨加雪 零下2到4度 长春雨加雪 零下3到2度 沈阳多云 零下1到7度 天津晴天6到15度 波浩特晴 零下3到5度 兰州阴7到14度 银川多云3到15度 西宁小雨3到8度 乌鲁木齐晴天11到22度 西安阴10到20度 拉萨音2到17度 成都音13到19度 重庆小雨17到19度 桂阳音11到17度 昆明晴天13到28度 太原晴天0到15度 石家庄晴5到20度 济南晴7到17度 郑州多云10到21度 河肥多云11到19度 南京多云12到20度 上海阴13到17度 武汉小雨12到18度 长沙小雨13到17度 南昌小雨14到18度 杭州小雨14到18度 福州中雨18到20度 台北小雨21到23度 南宁多云22到30度 海口多云25到36度 广州有雷震雨23到29度 香港阴24到29度 澳门震雨22到29度 这次较强冷空气 虽然说是发生在 草长应飞的4月份 强度上是不及冬天的 强冷空气选手那么的生猛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 全能型的小将 就连整天喊着 要入夏的华南地区 这一次也变成了 降温剧烈的区域 像是海南海口 预计今年两天 这里将会迎来的是 今年的首个高温日 但是随着冷空气南下 预计到了25号 这里的最高气温 将会下降到23度上下 降幅也将会达到10度以上 好了 更多天气情况 一起来关注下城市预报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了 也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 2020年4月20号 谢雅芳在香港 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